有很多種不同的味道雪糕給你選擇 我試試這間 Hello Carmen 歡迎來到新加坡的香港人 剛才有MOMO一段時間 我想在這條影片分享有什麼食物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不一定是好吃或者是難吃 我知道在這裏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樣很特別的食物 例如是鯊魚肉 鱷魚肉 綠尾 龜 這次我就不分享這些了 因為我現在都暫時沒有膽量去試 都是一些平時大家在身邊有機會接觸到的食物 首先就看看我的朋友 他們是來自台灣 馬來西亞 香港 他們心目中覺得一些特別的食物究竟是什麼呢 拍片 這位是私家聖誕的Aros 沒錯 大家好 你吃過最奇怪或者最特別的食物是什麼呢 我老公 對不起 因為我真的很愛我老公 我覺得榴槤 但是你喜歡吃榴槤 我是喜歡吃榴槤的 我覺得奇怪的那個位置就是 這邊呢 你吃多少粒都好 不會喉嚨不痛 又不會生暗瘡 但是在香港那些是泰國榴槤 是吃裡面的一粒 或者四粒左右 就會開始喉嚨不痛 一定會爆瘡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說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裡有老公的滋潤 我以前的滋潤真的不同 身邊的就是來自馬來西亞的Yen Lu 大家好 我是Yen Lu 為什麼你講普通話 因為我youtube頻道是講這個 應該不是新加坡的 我是在NTUC買到的 我一開始以為是黃色的火龍果 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真的很像很像 但是黃色的火龍果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這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很貴的一粒 我買要6-7元 我現在看到我害怕了 我之前以為是火龍果 很甜好吃 因為黃色火龍果 一開就 火龍果是這樣的 你那個是什麼 不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你那個是爛的火龍果 在我身邊就是一個同聲同氣 會說廣東愛 來自dailylifego channel的 奶爸 對於我來說 這一十一年 我都不會去接觸的東西 就是混吞麵 蛤 想不到啊 新加坡呢 其實它會問你 你要辣 就是不要辣 不要辣 就是不要辣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番茄醬 如果要辣的話 它就會給你辣椒醬 那我呢 我是接受不了 番茄醬的混吞麵 又或者是辣醬的混吞麵 對於我的印象之中 混吞麵就是 一塊是湯的 一塊是乾的 就是黑色的 它不算是很特別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直不敢去上市的東西 其實是呀 說實話 我都好像來到那麼久 我都沒吃過 那你一定會拍一集 新加坡人喜歡吃的 番茄醬混吞麵 我以為你把我 沒搞啦 沒玩 沒玩 沒玩啦 在我旁邊的就是 Miss Rainey 她剛剛已經生完孩子 你見到的頻道是叫 雷妮媽咪 已經升級了 對對對 我發現就是 新加坡有一段時間 這個珍珠 珍珠奶茶的珍珠 就是特別的流行 它可以放在蛋糕啊 薄餅啊 或者是一些 不會出現在一些 食物上面的地方 它都出現了 就是有未知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有珍珠的出現 不是每個東西 放上珍珠都很好吃的 就會覺得 還是珍珠奶茶比較好喝 哦 對 在我旁邊呢就是來自 Life with SSSS的 ASMA 嗨大家 耶 OK其實我今天想要講這個東西 大家一般人應該是 很喜歡的食物 大家如果去Ocharo 應該看到那個 路上有人在賣那個 麵包吐司夾Ice Cream 對我來說我覺得那個 組合非常的奇怪 因為麵包 然後是乾乾的東西 然後夾一個Ice Cream 會融化的東西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 Ice Cream 跟那個麵包是彩色的 你有吃過嗎 我以前好像吃過一口這樣子 應該很好吃的 我很想試 我以為台灣也會有這種 比如說是餅乾 餅乾有 餅乾有 台灣的那種有賣那種 超商有賣那種餅乾的 或者是那種 銅鑼燒嗎 那不是差不多的東西嗎 不是就是早餐裡面 要夾雞蛋夾什麼的 可是夾一個Ice Cream 感覺很乖 對我來說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吃 對 給我買到這個麵包雪糕了 嗯 一點都不奇怪 我是選了一個流淺味的雪糕 其實它是有威化加雪糕的 我就問它哪一個標誌 它就說麵包是更加有特色的 還有這個 Rainbow bread 麵包是沒有什麼特別味道的 這些小攤檔 買少見少 通常營運的都會有些上了年紀的 Auntie Uncle 我覺得很mash 我們加了一些不同的質感 給雪糕 有冷的 有些是室溫的麵包 看完之後 我的朋友分享他們心目中覺得一些特別的食物 By the way 記得 Feel free 去訂閱他們的頻道 那我就會把他們的頻道的名字 就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裡面 現在就到我分享一下 我心目中的list究竟是什麼 第五位 那這個水果的樣子就好像龍眼 這兩顆的樣子是非常相似的 那這個水果呢 其實我就是在新加坡才第一次吃 那個形狀就比較大顆 是這樣的 吃下去都清甜的 有顆細滑 如果咬到這顆鍋 就會有一點苦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吃這個 那個感覺很不爽 因為你不能一口咬下去 第四位 就是Curela 一些糕點 或者叫做果 香港就沒得吃的 應該都很多人喜歡的 那現在就是涼野文化裡面的 它有很多款式 有鹹有甜 在東南亞常見的小食 主要材料包括有椰漿 斑蘭汁 綠豆粉 糯米等等 個人呢 就覺得甜了一點 不過吃完之後呢 心情又很好 第三位 就是糯米雞 打開的時候呢 它幫在面上呢 就是一大堆的糯米 裡面呢 就有一點醬油的味道 還有一些白胡椒的味道 然後到底的時候呢 就看到一塊 類似肉餅的物體 我也不知道呢 這些肉呢 究竟是雞啊 還是豬肉來的 和我心目中的糯米雞 真的差很遠 它的名字真的不應該叫糯米雞 可能是叫做豬肉糯米 杯 第二位 就是 這是 這個是一個很傳統的飲食文化 非常之特別 香港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來到這裡之後呢 發覺是博大精心 傳統中國菜和馬來西亞香料 加在一起 有甜酸 新香 味道不同的風味 口味會濃一些 你們全部都是很花時間 花心機的料理 好值得去良人餐廳到慢慢品嘗 第一位 就是 好多外國人呢 都會覺得 咦 為什麼又鹹鹹的 又甜甜的 那我就覺得它是一個 亞洲式的salad 你看到呢 它上面呢 就是有不同的水果 譬如有一些的青瓜 梨啊 一些的粉葛 炸了的蛋糕 那上面呢 就是有一些的 芝麻 花生 還有一些甜的醬 這個應該是油炸鬼來的 味道呢 是特別的 而且它這家的餐廳 算是好吃的 那個醬是最重要的 我之前第一次吃的時候 坦白說 真的沒什麼好感 基本上它的味道呢 就是 加上質感 會是鹹鹹的 甜甜的 酸酸的 濃味的 全部混在一起 如果你試過一些Rajal 你是覺得吃完之後 有機會會令到我改觀的呢 歡迎也可以在下面呢 留下一個名字 那我可以找機會去試一下 吃這個呢 就不要去計較多少的calorie 我就打算今次呢 就試一個是印度式的Rajal 這個樣子是完全不同 顏色啦 它的用料啦 我會覺得呢 印度這個是一個main course 所以說回來 剛才我點餐的時候呢 我真的完全不懂是什麼來的 是一些 veggie 再加一些粉 還有呢 這盒的醬 不知道有多辣 先吃一口 嗯 嗯 欸 不過相中OK 不是那麼heavy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蝦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啊 我不是很會吃辣的 點了很多 不理了 嗯 很脆啊 這個醬要撒一撒 那它呢 留下來呢 甜甜的 酸酸的 開胃啊 類似 fish cake 魚餅 事實證明一樣 就是有時候有些食物呢 當你混合了之後呢 又會懂得欣賞它的味道 好啦 我今天分享特別食物的這條片呢 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我LIKE 還有我會繼續分享多一點 我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點滴 想看有什麼題材呢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通知鈕 到時候有一個新片 你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